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 在那遥远的西方 当我们把自己的自在 快乐寄托在某一种社会环境之下 一种生活和一种希望的时候 你得到的快乐或得到的难过 那么你的心就会被外境所影响 所牵制和污染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都有钱买一样东西 而你呢 你自己觉得我没有钱 你就会产生怨恨 当你把寄托全部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这个孩子最后没有考试成功 可能会给你带来全家的沮丧 所以人不能把一样东西完全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 寄托在一个事业身上 或者寄托在一个股票的身上 很多人就是完全靠着股票活着 天天一看 哎呀我还有这么多钱 一看我又升上去了 哎呀我有这么多钱 我可以买什么东西 我可以防老 等到有一天股票大跌 他精神一下子垮了 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人 因股票不好而去自杀了 去做很多不应该自己做的事情 这就是说 人要学会全面的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一切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一切都是现象 只有把自己作为随缘 无所谓 你这个生活态度 内心才会有一个恒常自在 你们想一想什么叫恒常啊 永远的开心叫恒常 永远的自在叫恒常 所以恒常自在 恒常的快乐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发喜 当你们发现佛法能救度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恒常的快乐 因为我们过去很害怕生癌症 碰到一点点的地方长了个包 第一个问医生 医生是不是癌症 好一点的医生像卢医生 跟大家讲不可能的 不会 有的医生一看你身上长了个包 虽然现在还没查出来 但是非常有可能会病变 虽然你查出来 现在没有癌症的细胞 但是你要是这个东西一直长下去 可能就是癌变 吓都吓死了 对不对呀 想一想 人现在不怕了 念经许愿放生 好好地跟自己的心态 要合作 好心态换来好的生命和生活 不好的心态换来丑恶的 不切实际的生活 所以活在人间 要兴奋自己找到了佛法 开心自己闻到了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在我们的内心 让自己每一天都感觉到很有希望 你才会有希望 连你自己都感觉到绝望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现在我们永远不会绝望 因为我们知道 观世音菩萨说过 有求必应 观音菩萨在心中 他教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唱作善事喜欢你